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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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雙腿这个平衡上暴露一些问题啊 刚才这个摔倒既没有被对手持住腿 也没有遭到对手打击 是自己的一个失误 现在黄泽友不断的向鲁奔的右手边 来移动 来躲开鲁奔的后边腿 雙方这个互相抱之后 想得非常默契啊 谁没有在做过多的这些挣扎 动作 其实这是场上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表现 过多挣扎也是在耗费自己的体能 对的 我们看鲁奔 在后撤的时候有前有后 还有这种动作的不法的虚晃 反倒有一些散打运动员的一些影子 我们看这个黄泽友左腿的大腿 那一侧已经移动了 有特粟的吗 而且最近这次让我们见到 就算了 我们本来说 也不想撤 Said 记得更多 对 如果不想撤 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回合的后半部分出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僵局 双黄并没有找到一个机会中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看第三回合有些改观 出现大面积的红子 这个在第二回合就已经有了 而且经过这个一回合的休息哈 我感觉这个腿部的疼痛感应该很剧烈了 看第二阻上来之后 鲁奔依然是在利用前手的虚幻 为自己的低扫创造机会 第二阻上来之后鲁奔的整个步伐移动啊 逐渐向往前逼来进行转换了 虽然也有后撤 但是整个的态势还是在慢慢的去 试图压迫黄振友 但是这种压迫不是用身体的压迫 而是用动作的输出来 让迫使对手往后走 哇 转身后摆 今天已经第四次黄振友使用转身的后摆拳了 刚才也做了一个 但是一看机会不对啊 马上摆中姿势 鲁奔的鞭腿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 哇 给黄振友造成很大的压力 而且他的距离长得非常好 哇 连续两次 连踢 是的 只有冷不防的高扫 而且速度特别快 是的 呃 鲁奔整个在 给我的感觉是从他的整个比赛历程上来看 在遭受了两次重击KO之后啊 被KO之后整个打法变得非常灵活 对 特别谨慎 特别小心的去处理晋升之后的这种局面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鲁奔跟以往的鲁奔是完全是判入两人 呃 促使这种技术风格转变的最大的动力也就是规则 在中国来比赛历程中还是自由国际规则占据很大的移民 所以说他也是更加适应于中国这种国际市场 是的 把自己的现在风格改成这个样子 这注定让他成为一个非常难对付的一个选手 哎 漂亮 这个转身边权终于打到了 说得很快啊 是的 快点 好 这个边权得手之后 黄队友好像小语头后发了 получится 这是电视副 这是电视副 打得更快 你是出现的 最重要的 你 这很多事 应该尽力 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虽然都是来自我们国内的两大俱乐部 但是一位是中国选手 一位是泰国选手 咱们中国的黄振友 大家觉得有机会能赢吗 能赢吗 好 你看我们这鲁奔 奔哥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 来自泰国 来我们也掌声送给我们的奔哥 好不好 欢迎欢迎 来看一看我们裁判 有没有结果 好 现在我来宣布一下最终的裁决 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们这旁边一场比赛 有非常专业的裁判 judge 在一点一点的为我们的选手大分 也许最后的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 但是这就是我们比赛的专业性 来看一看我们本场比赛 到底是否跟你想的一样呢 我们先宣布二号裁判 给出了29比29 一号和三号裁判 给出了一致的裁决 29比30 所以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蓝方胜 一号 好